《視覺》 因為視覺的東西 我覺得做這一行還是最大的 還是通過視覺傳達一些 所以就把這些東西 以後盡量我就放下來做的 讓別人能看著以後舒服 先把你眼睛留住 然後再說 因為好多真的 中國沒有那麼強大的 對於作品解讀的背後 首先是時間的積累 然後在這裡邊多了 什麼文學 修養 哲學 那些所有東西都需要 老外也不是說都看得懂 就是很沉重 或者什麼文献這些東西 它也需要解讀 我覺得有的時候 可能我現在做這事就是 不想把自己弄得也那麼沉重 做的東西 比如說我想把傳統 拿出來就不一樣 就是想讓它在另一個角度去 去一些景區你看那個山的時候 或者特強光 或者是你用餘光掃的時候 它在一定程度下 它是那種青色的那種 特別是南方那種山 如果有霧的話 它那種是淡藍色的那種 它有一種屏障的感覺 所以說我覺得它們是 一直用水墨的濃淡表現 再一個就是 如果想顏色的話 我覺得它們肯定是 第一個想到是青 對 然後再結合裡邊有一些 綠植啊 或者山上的植被啊什麼的 它可能就反差出這種 就是一點點變成演化上的那種 《千里江山圖》裡邊 它那個都是最好的 就是眼彩的都磨出來的 青雷山水 就都是看的 永遠看的都是畫的 我就想上山拿兩塊石頭 然後掃描 掃描書然後結一塊 然後就給它打印出來了 就雕刻出來了 就是你要講傳統的話 其實每個人都屬於傳統 因為你傳統延伸的一部分 你多少少都會 你不能就是說反對這東西 你也反不了 這些東西就是骨子裡邊 DNA裡邊帶的 真是這樣 最早的時候就是想 想把水墨的那種色彩 給它放到空間裡面 當然想了很多方式 有平面的那種 就水墨形成一個空間的 然後後來就乾脆就把它挪出來 然後就把它變成一個物體 就是然後就給它堆到一起 然後一點點一點點 把它評寰好是有種綠色的 那個 believed 喝酒 presumably 你不喜歡 premise 定義好自己 然后做这东西 就是自己喜欢 就像作品创作完了以后 自己特高兴 就那一瞬间 还有画画的时候 就是在过程当中 就是有的时候 你会就那么几分钟 可能就够了 就做这行就直了 我觉得 就在那么一个瞬间 就是那个世界 就是属于你自己的 然后什么都 就觉得 其他都不如这个 这就直了 谁做这个人都会的 这就这么多了 的